大家好,10月9号18点30分啊 给大家讲一个3213号鱼雷艇 这艘鱼雷艇也是一艘指挥艇啊 这个出了一个大事啊 不是现在啊 是1988年3月21号下午啊 离现在要33年了 北海舰队快艇第一支队第61大队 3213号鱼雷艇啊 这个3213号鱼雷艇 它的番号叫37016部队53分队 作为指挥艇连同其他五艘快艇 出啊离开青岛军港 前往黄海海面进行训练 演习于7020分结束 在另外五艘鱼雷快艇相继返航后 殿后的3213号鱼雷艇上 电讯兵杜新利从艇上的枪柜中 取出了一支冲锋枪与一把手枪 然后将枪柜上锁 再将手枪交给了电航兵 王中荣啊 一个杜新利 一个王中荣 自挟 他自己携带冲锋枪 奔上甲板 随即朝着操作室射击 代理厅长张小生 首先牺牲了 被打死 接着杜新利又连续射杀在操作室中的其他五名干部 副庭长张维公及轮机长曲振波则受伤幸存 其他船员听到枪声纷纷走避 纷纷躲起来了啊 后来集体被杜新利压制船舱 这起截挺叛乱事件的主谋杜新利 只有20岁啊 原名杜新利啊 杜新利原名杜新利 出生于河北农村 高中毕业后入伍 家中有父母 有出嫁的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啊 四个孩子 他老二啊 是两兄弟两姊妹 同伴王中荣 19岁 江苏人 父亲是矿工 家里边有父母 姐姐与弟弟 还有俩妹妹啊 他们家是 这个 两兄弟三姊妹 五个孩子 他是老二啊 这个 两人 1984年 从 3215艇 掉至 3213艇 两人原来是另外一艘船上的 一块掉来的啊 1985年 1月中旬起 机翼开始策划 截挺叛逃 从85年月份开始 可能他们俩有这想法沟通过 啊 那这事是发生在88年3月 啊 这策划了 有想法了 有三年多 三年零两个月左右啊 当时的艇员 共19人 除了杜新利和这个 王中荣啊 这俩 这哥俩啊 这两个叛逃者之外 呃 死的人 死了 123456 死了孙世忠 40岁 是支队副政委 徐慧友 40岁 支队副队长 刘云正 30岁 挺教导员 张小生 28岁 副庭长 代理庭长 这个王和龙 28岁 水手长 朱长军 22岁 电训长 啊 看起来他专门找当官的杀 是吧 受伤者 张维公 24岁 副庭长 曲震波 25岁 轮机长 其他还有哪些人呢 其他还有高志明 26岁 枪炮长 张福军 23岁 轮机军士 贾培珠 22岁 轮机军士 李光深 21岁 雷达兵 这个韩王龙 22岁 水兵 崔王龙 韩文 韩文丰 22岁 水兵 高建聚 21岁水兵 唐爱民 20岁水兵 崔九松 19岁水兵 这个名单 是韩国国防部公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哥俩成功的把这艘艇 给劫持到韩国去了 好吧朋友们 谢谢 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 掌握